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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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一眼看到 Astray 我很喜歡 Astray 本身 這個 企劃 確實是 在攝影之後 我不記得是攝影末期 還是攝影之後 但其實產品 設計一早就出現 也早就有出產品 其實在後面上 我不確定 那套東西是動畫的 因為動畫 是否全部轉為3D 畫機械人 不是的 可能因為它的設計 其實是比較好 開始 玩具TV 第四季第二集 第一節 第二節 第二節 好 好 好完之後 大家其實在螢光 我都看到現在想說什麼 Astray 可以了 有蠻辣球 這個真是 真是要 名謝我 朋友 Ram Ram有看的 謝謝你 那 那 因為我第二水 我按到 不過是第二水 他知道我急 變成今次 能夠做到這個節目 也要感謝Ram 也要先說一說 這次 這隻隻手可疑的 就是 Ram 改 改 什麼呢 要追溯之前 出那隻 Ram 如果大家有看小弟的 玩具報告 或者平時看我的 Facebook 有說過 那隻 垃圾 垃圾的原因是 關節有問題 而最可惡的是 它的臉是歪的 你不會找到一隻 那兩畫是正常 和Balance 你是找不到 I'm so sorry 托賴跟著 出了一隻 Full Armour的藍色機 正到震 好了 免得說太遠了 說回這隻 這個複合戰術裝備 是2nd L 裏面包了些什麼 所有東西 全都展示了 循例也說一說 正常的產品 包了所有東西 揹在身上 在一個正面相 後面有介紹 本身的 這個 Rat Frame 改 有什麼姿勢 複合戰鬥裝甲 可以有什麼形態 展示出來 大致上就是這樣 當然 其實這件 這樣的產品 不需要擺運購 我覺得應該挺好 你想怎樣 Bender 好 飛過來一邊 上來爭 好了 那麼 本體 本身 整隻 紅迷 它 最大的改動 就是 將一塊歪了的面 撿回一隻 還有就是 在marking 那裏 會多了 不少的 小小的改動 還有就是 本身 它的灰色 是比上一隻 心 當然 白色 照舊地 是這個 啤 什麼技術 拋光 拋光 拋光了 其實RG 新安州 也是 一回來整盒都很光 那些就是 武具上面拋光 不太肯定 是不是真的有 在上面加一陣光 這裡想說多一點 其實我剛才和阿嘉 都在研究 是否真的 用拋光技術 去做個 Service 還是噴一陣 Gloss Coating 為什麼會有這個疑惑 因為 我這隻本身的嘴唇 嘴巴有一點紅色 我想我心目撞都拍不到 一定拍不到 但是我嘗試過 找牙籤去撩 是不能抹的 我懷疑是外面有一陣 coating 我覺得它那個 不屬於拋光 拋得很鏡面 那種 我覺得它真的噴 coating 那種多 如果不是 可能是 不會有那種 那種紅 像是那些 好 那種 好 那種 繼續說回 整個 複野的精髓 複合戰術裝甲2L 這個如果大家 其實我相信 藍色機都不會錯過 複合戰術裝甲 這個 稍後介紹 因為這個真心 整件事都在這裏 這個是原本這個 跟紅迷主體的武裝 同樣地是 虎切 虎切耳 刀槍 盾 等等等等 還有就是 精美的台座 好 事不宴遲 反而 要阿家幫忙 阿家其實已經弄得 滾瓜爛上 我昨天在家裡 玩了兩個多小時 所以你要玩的 反而是最精彩的 複合戰術裝甲 為何你不用你那隻過來 因為我今天回大陸 我戴不了過關 再回來 我以為你聽到我們的兇 有兩分懼怕 他這隻很有趣 他這次有個新的底座 是短式的 短座 所以他可以用來 配合複合戰術裝甲2L 來一起放 所以變成真的很過癮 短座實際是 很棒 或者阿家可以 大劍 第一吋 對 本身說多一點 真的說 複合戰術裝甲2L 真的很過癮 對 我經常怕你說錯 本身其實 如果大家有追開漫畫 其實根本沒有 沒有這次這件 產品那麼多型態 主要都是有大劍型態 攻戰型態 參考了 逆Delta Astray 的Delta型態 以及飛行背包型態 我沒有記錯的話 四角 我們說說這把 虎切 其實有趣的地方 就是 兩把 刃本身的身裏 其實是兩把不同的啤帽 它是有個名字 一把寫著 虎切 以及谷一文字 對 拍到嗎 這裡 你撐住不動 撐住空 先試一下 你摺一下 其實是這裡 嘩 對 其實有兩個不同 但是有趣的地方 是什麼 但是它噴油舞一樣 其實說真句 既然啤都不同 你為什麼不做到噴油舞呢 好 剛剛介紹完 谷一文字 和虎切 如果大家都是 有追開漫畫 都知道為什麼 原本羅求爾特把 谷一文字 為何會多了一把虎切呢 這個就要問回師傅 溫奧 好 剛剛剛剛阿嘉 很努力地搞一搞 大家看到本身這個 基本的劍形派 二百幾萬人 Hello 大家好 那麼多位喜歡高達的 是不是餓了很久呢 我好像 我們整班都很少說高達 兩排都 是呀 最首次好像是說 Animate的 Robot 雲 是呀 被翠仔讀的 說這個拿上手 我不拿上手了 我想要盡快介紹 超過原著的第五形態 和第六形態給大家 中間說一下 關於我自己 其實不是很熱愛 有看高達 但不是我真的很熱愛的人 我經常都覺得是 去到這個系列的時候 我覺得 Gundam SEED來說 我自己比較喜歡 設定是 這個迷惘高達 但是 我又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它不是主角機 以設定來說 我也是這樣想的 它是主角機 不過是外傳的主角機 對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談論 剛剛還沒開麥克風的時候說 其實我印象中 我第一個接觸的 SEED系列的產品 是迷惘高達 當時還沒上過劇的時候 在坊間開始有一些 很便宜價的模型 不是高級 比高級 比高級更便宜一個層次 總之其實還沒劏 那件是 是好 那個是 原本畫了一個 形態 還沒插件的 對 比較一個 好像很初級的小朋友 畫了模型 但我第一次看到的是 迷惘高達 當時我以為它是主角機 所以其實 如果正在看直播的朋友 有時間都可以幫我們炒一炒 究竟 如果純粹就產品來說 是否 Extra出先 還是SEED出先 這個其實 我們都想知道的答案 但反而有趣 好像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我好像是 PG好像是他才 不是 Strike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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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想想 PG通常是 PG通常是選一些 很Hit的角色才出PG 但他肯出 是的 可能因為他跟Strike 是否骨架可以共用 我不知道 其實不是的 G武裝的骨架 跟他本身的開發概念 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都不知道 有沒有印象 為何他叫二端鋼彈 鋼彈 鋼彈 對 二端鋼彈 對 因為他本身 習慣叫迷惘 但其實你說 譯名 迷惘 是否符合圓 是否符合圓 嘩 是要打斷我的 即是你看到 你不 你不 即是很想說 他可以 他可以 你繼續 他可以插在這裡 是 你看看 這個 弓形態 弓形態 其實都是 本身 始終是 一個 技術 技術 天才 所以 他幫助了 這個 重雲鋼 製造了 複合戰術裝甲 之後 再在自己的 Red Flame S-Tray 再在這裡 即是加了一些心思 適合自己用 將這個隔能機關炮 改了做 這個弓模式 就變成這個 這麼正的 功能 很多細節 你拿上去 我覺得 要換手 當時我覺得是 對 所以 我不是很肯定 是否去到 座位置的時候 機械人已經是用 CG去畫 因為以前 在F91的時候 出現過一個 這樣的個案 就是說 F91的設定 這裡是很多 氣候 但為何加快板 就是因為 那時候還是手畫 如果你這樣的話 玩死 那些人 對 但好像 它設定的 複雜性程度 其實是 如果你不用CG去畫 你去這樣 調整動作的話 你手畫 其實那件事應該是 畫到很適合 可能 有心說 你想想 以前 超巡洪耀賽 你畫過 Claus 你都真的死了 如果我沒有 我希望我沒有記錯 其實 C出現的時候 同時間應該是 漫畫的 那一個 GUNDAM ACE 這本雜誌 開始出現的時候 所以 為何它會有兩條線 同時走 就是動畫和漫畫 那 迷網就是擺在 GUNDAM ACE 是 而C就是電視 兩條線同時出 它就是 借助 有少許是借助 GUNDAM C出的電視劇 去吹谷那本 GUNDAM ACE漫畫 是 沒錯 是吧 為何當時 GUNDAM 這個 迷網高達 這麼快會有產品出 因為其實它有整個 很完整的世界觀 其實應該是 那個成立設定 還是應該是 這個 這一邊 不是 時間 故事入面的時間上 時間上 時間上 我現在查 在商業上 其實應該是 差不多 同一時間 但是 以那個系列 模型仔 我見到第一盒 我應該是 迷網高達 這個可以 都可以 家庭觀眾 看完之後 都可以幫我們查查 在這裡 分享給大家 如果說 設定上 其實我 那個系列 整個 GUNDAM SEED的系列 我最喜歡 就是 迷網高達 整個設定 都是很美 而且 因為GUNDAM SEED之前 GUNDAM世界 也有空位 是 突然出了 看到這一隻 因為它起碼有顏色 放棄了藍色 和黃色 就這樣紅白 新鮮感強很多 所以 我會知道 最重要的是 我很喜歡 亚九樽潤一的機器 他本身在模型那裡 不要只記住 Katoki Breecraft 這一群 這個團隊 亚九樽 是其中一個 我想都是首席的 他的 他的技法 和設定 真的 看到 實用性 其實我覺得 過於華麗 這是其中一個 正式的飛行形態 他取代了 平時改變 量產型M1迷網 背包而成的飛行形態 大家麻煩你繼續 其實本身 設定 在動畫中 我們當作動畫 是正傳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 在奧布那邊出現 是 其實都是那一句 你 異端 他本身 一向都是由奧布 其中一個開發的 我忘記錯 他和大西洋 大西洋同盟 叫做大家合作研發 但就套布了大西洋聯盟的技術 所以變成 光學兵器 雷射劍 其實都是大西洋聯盟的科技 Anyway 但是不是去到這一段 才開始出現 很誇張的巨型兵器 沒有 其實本身 不要想到 異端是一部很先進的MST 因為其實本身 它和G系列都是 挺原始的 後來才經過羅球儀 瘋狂地改造 才變成可以和 CD裡面的機體 並駕齊區 我一直都覺得 Gundam SEED裡面的機體 其實都挺變態 其實你的武器是巨型 我覺得 在地球裡面 重力上是有點問題 所以全部都在宇宙打 而且那些東西是很大舊的 如果我這樣說 這個設計上 我覺得是比較偏向 對於Game類型的設計 多於實在的 和全港的高達分別 有些出入 Game我未必想到那麼遠 因為如果說裝備 大家都有看到 谷一文字150 本身Red Flame還有一個 類似Power Loader的 超巨型外掛裝備 這個是羅球儀看了流星 之後才有這個想法 才用到那把 谷一文字150 我都覺得有點奇怪 關於密刀那一刻 如果大家知道 其實當那麼長的東西 其實你會 卡住 卡住 算了 哇 阿佳已經很快手地 把另一個形態表現出來 這個就是Delta Delta 本身也是 叫做 打人家技術 之前有一部 Delta Astray 本身它最大的賣點 就是龜狼 所以它也用了這個技術 就展現出來 我想問這個 蟹乾是用什麼用的 這個 帥 搭碼 帥 帥 其實真的不知道 但真的帥 但它還有 其實本身真的是 Official 就是 漫畫 或者 電擊Hobby的小說 正路的形態 都展現出來 不過 再送你兩件事 請繼續 咦 有位 有位 有位觀眾 Pak Pak Chan 他都說 印象中是出了二邊的設定線 即是公開的時候 可能是一些商業上的策略 可能開發應該是同時間 但公開是公開了Astray 有人回答我的說法 有人回答我的說法 好 剛才吹到Obo 接著打斷了 Obo 是 Obo 拆了別人的技術 由這個 天之遇柱 啊 哈 死了 哈薩克家 總之是密拿 密拿那一家人去投資 最後就 製造了五部 五部Astray 因為我在模型裡見過有學黑色 藍色 還有其他色 本身正常來說 紅色機 藍色機 金色機 綠色機 還有什麼 黑色 糟了 到我疾了之間疾了 黑金藍 黑金藍綠 綠色是防衛用的 還有一部 我真的不太記得 但之後其實都已經 全部無關事了 接著就瘋狂地出了 紫 黑 另外一部 紅色機 還有一部 還有一部 我已經不記得了 是羅球爾的 敵人 去 去 copy了 八部的資料 做了另外一部 紫色機 你看看 有觀眾說 紫色機 紫色機說了 不是那五部 其中一部 這個形態 我覺得很像 這個就是 五星的阿修羅 就是把他的身體抓起來 這個其實 如果大家有印象 這個就是私人繩的 就是類似這個 哉禍生態刀 當然 其實只是把這個 剛剛就是蟹鉗 劍的裝備 屈一屈 變成這個 蟹鉗狀 就可以作為 這個哉禍生態刀 這樣用 他的刀刃 是可以移動 移動 你看到他離開了 這裡 其實他是拉出來 這是做得很仔細的 不過你問我 其實我自己 在Astray系列 我有兩部機 特別喜歡 還有 厲害 阿家很忙 一部就是 金色機 天麥拿 這個 天空之宣嚴 接近最後的版本 真是 八指鏡 不是奧津鏡 真是正好 另外一個就是 五部機以外的黑色機 即是這個 糟糕 那個人叫甚麼名字 我想拋書包 經常有塞字 書包串龍 唯一可以單打獨鬥 打敗叢魂害的 他師傅叫做 彈丁 哇 真的 我們這些沒有做功課 差不多了 他用那部Astray Noah 是很棒的 有位Brother說 變成三角形 背包好像是有 觀星者的背包的功能 是 因為 本身 DELTA GUNDAM 背包 根本就是觀星者的技術 所以 羅球儀沒有見過觀星者 但他就見過逆DELTA 如果大家有追開故事 都清楚了 觀星者的能力 他那個圈是吸太陽能做推進力 對 半永久性的推進力 但他有點不同 Anyway OA很棒 那套好看 那套真的好看 真的好看 講多一點 Side track一點 Seed 我覺得是好看的 但Seed I am so sorry 這套真的難得阿媽都不能 浪費了 由主角變成彈山 還有人物的黑畫 是挺亂來的 我可以用亂來的 不過 不說太多了 觀星者整套都棒 大家有應存都可以追回 只有兩集 還是一套OA 好像兩集OA 我都不太記得了 好 那 裝備熟 對不起 還有一個 如果大家都喜歡 Astray 那個系列的話 本身都知道 有一部 叫做 重生高達 重生高達 下場 就是比他用這個 這個 強力型的 Redframe Astray 一槌 其實補充一句 不要以為這個 轉移裝架 PS裝架 甚至上轉移裝架 是無敵的 不是的 對 剛才都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 為什麼Astray 是拿實體刀的呢 其實本身的實體刀 跟貨夾者的原理差不多 所以 變成你對 PS裝甲也好 雙Gini 裝甲也好 甚至是這個 阿提蜜斯之散也好 都可以照樣貫穿 那 現在就 為大家介紹 叫做這個 這個 Final的 Extra 形態 如果大家看到這個形態 又喜歡看這個 Extray 系列的話 都會覺得挺過癮的 是 它本身也有光劍 是 光劍 它本身主要 當然你羅球椅 就是用實體劍多 但是光劍是 Extray系列的 基本裝備 我想其實它 沒有很多東西是新的 應該是說 本身這個設計 它跟這個突擊高達 是一樣 是比較相似的 就是以這個外掛裝備 去強化 或者對應不同的戰場 始終它 用發泡金屬做 並不是用這個 PS裝甲 或者將來 當然 外置裝備 它只是有這個 上轉移裝甲 還有這個後環 但是本身 因為沒有用到這個 PS裝甲的關係 它的重量 和這個靈活性 和機動性 其實是比G系列更加強 這個也是事實 甚至它本身 其實如果缺鬥鋼彈 缺鬥鋼彈 缺鬥高達 本身 你要再和這部 這麼輕的比 它還要再輕 過缺鬥鋼彈 缺鬥鋼彈 十噸 所以變成機體的靈活度來說 Extray是不會給任何高達輸線 所以熬到這一個 就是CD的年代 都不會給當時的MSX 如果說回這隻Figure 阿嘉本身昨晚就玩了一晚 其實它的可動性高不高 主題 可動性? 其實 一般Metal Beauty可動 我都沒有什麼好說 其實該做 他都做完 可以遷就的甲 他全部都和你遷就完 變成 你說去挑剔可動 我想就很困擾 不過我自己 就更傷心 我傷心在哪裏 就是腳的前掌 是非常鬆 我那隻是完全無法靠自己站立的 這麼嚴重? 對 是無法靠自己站立的 對 就不知為何德哥沒事了 我現在個人都很傷心 我心都很傷 有沒有E 沒有 因為他裝的方式是很困擾的 他前掌夾是底面夾著中間的結構 我要爆開它 他恐怕是 你會陷入 對 他的膠一定會受傷 有時有些玩具的組裝 你一定要掃除次序 我也很興奮地在想 他的可動性 大家自己看 真的很壞 其實我是很喜歡迷網告彈 可能才有為主 但是我真的接受不到Metal Bill 他的白色 這個療程我接受不到 是不是有點膠膠的 是的 不是 白色其實是 他在這裏說多一點 不過大家其實玩我也知道 他有些連動令到他的裝甲可以上下退 變成在動的時候會更快 好 現在交給阿嘉 我覺得也是頗有創意的造型 不過玩Metal Bill 可以玩到德高的動作很困難 因為Metal Bill是很硬的 要扭到這樣 你的心是要很大負荷 我是不捨得扭的 因為一來它很緊 本身就很緊實 另外就是它的價錢的問題 其實大家觀眾 如果真的好像有這些下視 而阿嘉你買了的話 你可以交給我們三個去幫你開箱 不要 我要買還是保險 我心不可以負荷 好坦白說 最後一個 它是不舉的 噢 噢 你本身的複合戰術裝甲太重了 所以 我其實覺得 你也會加上台座 我覺得其實某個層面上 我設定我是喜歡的 其實如果你頭三個高達裡面 它是在我頭三位裡面 即是這十年裡面的設計 但我覺得它是比較兒童向一點 它的配件很大件 東西很花巧 即是 我甚至乎它覺得 它的武器大過的人 其實動作是有點困難 外觀上會很好看 其實本身也想說一些賣齋 因為被人了 它這次的台座 它的賣點是 它可以將這個 複合戰術武裝2L 就可以不同地擺放在台座上 甚至乎兩把劍可以設定上去 它的盾牌 其實它也有幾個火動關節 令到它應該是 可能阿嘉這樣移動 應該是避免活動的時候撞 沒錯 這些本身的設定 也是揭開的 它手裡面的造型也有 二、四、六、八十 有十對 是不是以往也是十對手 沒有 這是比較多 印象中它是太印象中 它真的有十對手 在這裡還有 有一隻在那邊 有十對手 對這些很基本的 很快速地說 槍 也是那些 它兵器算不算多 還是因為它才是 這叫做X-door 真的多 這是普通平常用的背包 對 這是它正常用的背包 對 還有這把東西可以再放在前面 不過時間關係 大家有興趣高興的 買一件 回家慢慢玩 這個真的值得買 為什麼呢 雖然外面街價可能炒貴三四百元 我當時買它 你知道嗎 它在七點鐘開訂 我按到凌晨兩點才買得到 不是 我是按不到的 我戴一雙是按不到的 有人還要按不到的 我是按不到的 我是按不到的 對 但是 問題是 你買到那一刻 真的爽得不得了 嘩 你老闆 然後就掌握了 是 我買到 我最後 我按到 然後就爆了 對 真的 好 今集先玩到這裡 接下來 我們還有三件筍要爆 不要走開 拜拜